它叫丹典,在2010以前的版本都叫丹典 可是你会发现,很奇怪,在2012它换一个名称 它不叫丹典,它叫结典,它翻译又改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很多人用2012就找不到丹典 本来叫丹典,现在叫结典,要把结典点下去之后才会出现 所以结典地方点下去,结典,这个时候才可以点到结典 结典这时候才会预设才会出现,点下去结典 OK,再按右键重复,再把这边到这边,结典才会出现 再按右键重复,这个到这里 好了,画完之后的话也是一样修剪 把这个地方修剪掉,这修剪掉,OK,然后这也修剪掉 最后的话我要怎么样呢,把这些结典通通拿掉 拿掉的方法一样,就是选取的方法一样 一样用实现的选取,这样就可以 但是也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结典很多 可能以后你等分可能几十个等分的话 你光那个选不好选 顺便交配一个快速选取的方法 以后如果你图面认可,你按右键 图面上面如果说你要选择一个快速选取的功能 这还蛮好用的 如果你只是要选择的是这个图面所有的点的话 你可以用快速选取里面找到整个图面里面有个什么?点 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子呢,这个图面上面所有的点通通会选取起来 选完之后你看看什么?delice掉 这样就删除了,因为这个点我不一样 把它删除 那不行,还要标注 所以你把标注完之后 假设要把它删除的话 可以用按右键快速选取 这个功能其实还蛮好用的 你图面上面要删掉任何东西 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比如说你要删掉图面上的圆 图面上的聚合线等等的 这个方式一下就可以帮我们把所有你要删除的这个物件删除掉 OK,这部分我想各位试试看 记得就是在这边点里面的等分 然后记得它不会出现点 所以你点形式里面要再去让它显示出来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